大家好,我是你们的硅谷全职地产经纪人Claire Chen,最近有很多小伙伴来问Claire,历历降低了,想做refinance,该从哪开始?refinance重置贷款,很多朋友都听说过,但是不知道什么是refinance,从长远来看refinance可以为你省钱,但在考虑做refinance之前,必须先了解它的运作方式,今天我们就来梳理一下refinance重置贷款的基本要点,以及什么情况下适合做refinance。 通俗来讲,在大家贷款买房之后,如果市场利率下降,大家可以选择对现有的贷款重置,从原有的高利率,重置为现有的较低利率,从而实现降低每月还款金额的目的,进而减小现金流的压力。refinance重置贷款,不要求是现有的贷款银行,可以是任意一家银行,且refinance没有次数限制,即想refinance多少次都可以,但是通常两次refinance之间需间隔六个月。 那么为什么要做refinance呢?第一点,降低贷款利率是大部分小伙伴考虑重贷的主要原因,随着房地产市场行情的变化,贷款利率也在不断变化,通过refinance能获得更加优惠的利率从而减少利息的支出,但并不是利率降低就需要做重贷。 做refinance是有成本的,要从长期来算具体收益,并且短期内不打算卖房,此时做refinance才有意义。 第二点,如果房产升值了,refinance是一个不错的选择,因为银行对贷款金额较高的借款人提供更加优惠的利率,这样得到的利息成本也会降低。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将房产增值的部分,从现在的贷款银行中拿出,就是赚取房屋净值,举个例子,移动购买价格为80万的房产,屋主贷款60万,当房产价格升值到100万时,借款额达到75万,那么减去原有贷款的60万,就可以套出15万现金,不但可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,还能装修房子,投资其他房产或者用于其他大额支出。 第三点,银行对于信用评分更高的人给的贷款利率会更低,通过refinance可以降低利率。 那么做refinance要注意些什么呢? 首先要明确目标,是为了降低月工,缩短贷款期限,减少支付利息总额还是其他,这有助于确定最合适你的refinance方案。 另外refinance一般考虑的最直接因素就是利率,通常会选择贷款利率更低的贷款产品,仔细比较不同贷款机构提供的利率,费用和条件, 选择最合适的refinance方案,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只看利率,还要考虑各种费用,如评估费,抵押登记费等。 另外不要只关注降低月工的短期好处,还要考虑refinance的长期成本,包括支付的总利息和贷款延长的时间。 各种费用加起来可能会有几千美元,最终算下来通过refinance省下来的贷款总额,可能还coverable了这笔钱,就得不偿失了。 最后一点,最好避免频繁refinance,因为每次都会产生一些费用不说,还可能会影响你的信用评级。 这些就是refinance过程中会涉及到的一些金额明细,包括申请费、服务费、估价费、房屋检查费、律师费、产权调查保险费、测量费等等。 所以贷款人要考虑的不仅仅是重贷出来的每月利息,这些一次性衍生费用也要考虑作为成本。 还有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,那就是怎么计算refinance是否划算。 我们上面说了,refinance有投入成本,要把这笔费用与重贷后能省下来的钱做比较。 这个关键就是看盈亏平衡点break even point。 大家在货币三家,比较不同贷方的利率和条款时,一定要学会计算盈亏平衡点。 因为该点数会根据与抵押贷款相关的利率、期限和交易成本而有所不同。 在计算之前,需要先查看个人当前的每月还款额以及利息费,在mortgage statement里,然后将当前的每月还款额以及利息费减去loan estimate上标明的新的每月还款额和利息费,这部分的差值就是每个月可以省下的钱。 最后将refinance总成本除以每个月省下的钱,即可得到盈亏平衡点。 举个例子,假如你refinance之后每个月能省50,refinance的总成本为5000,那么5000除以50为100,即你需要100个月,大概8年才能盈亏平衡。 如果你在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前都会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,那么refinance就是省钱的。 反之,如果你在达到盈亏平衡点之前可能会搬家,那么就可能不划算了。 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refinance的,以下这些情况可能并不适合重新贷款。 第一,一味地追求低利率,refinance的手续费是不低的,当市场利率并没有显著下降,refinance可能不会带来足够的收益。 第二,近期有搬家,换房计划,无法在短时间内收回refinance的成本。 第三,不确定的财务状况,例如面临失业风险,或其他不确定性,refinance可能会增加你的财务风险,因此可能不适合。 refinance的申请流程过程通常在20到30天左右,具体参考以下步骤。 提交材料,正式申请,锁定新利率,承保underwriting,过户结算。 总而言之最重要的是,在决定何时申请refinance之前,应该仔细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,长期目标以及refinance可能带来的好处和风险。 最好与专业人员讨论你的情况,以便做出明智的决定。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,有任何关于这方面问题的小伙伴欢迎私信联络Clair,我们下次再见啦,拜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